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参集人都有可以开发的能力 特殊才艺艺术节就是展现他们的艺术才能 大家好 我是张佩芝 今天是7月16号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万花团节目 我们先来看过去一个星期 美国文化娱乐界的消息 著名导演波兰斯基性侵案终于告一段落 波兰斯基1977年在美国性侵一名未成年少女儿被逮捕 在被判刑之前逃离美国 去年在苏利市被捕并被软禁 7月12号 瑞士当局拒绝了美国方面 要求引渡波兰斯基的请求 还解除了对波兰斯基的软禁 瑞士政府7月12号拒绝美国司法部门 引渡波兰斯基回美国重新审判的要求 宣布波兰斯基可以随时离开其被软禁的瑞士家中 波兰斯基现在可以自由行动 他从当地时间12点30分开始就是个自由人了 瑞士政府说这个决定是由于美国无法提供波兰斯基1977年的审判资料 而且结果牵涉到国家利益 波兰斯基1977年在美国被控与13岁女童发生性关系等六项罪名之后 潜逃到欧洲 今年76岁的波兰斯基曾经指导过麦克白 唐人街 钢琴师 伍都孤儿等著名的影片 去年9月26号 他在前往苏黎市接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被捕 之后被软禁在瑞士的木屋中 超级名模文尼奥米 Campbell最近卷入一宗政治事件 有报道说他在13年前接受赖比瑞亚前总统泰勒赠送的钻石 目前泰勒正在联合国战争法庭接受审判 素有黑珍珠之称的英国名模纳奥米坎贝尔宣布 他将在审判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的联合国战争法庭上出庭作证 泰勒被指控在任时支持塞拉利昂的内战 以换取钻石和其他自然资源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的检察官 传讯坎贝尔出庭作证 澄清1997年他在南非曾经从泰勒那里接受过钻石的报道 泰勒目前说他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钻石交易 纳奥米坎贝尔的公关公司说 坎贝尔本人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并计划在7月29日出庭 2010年世界杯于7月11号举行闭幕式 拉丁歌手Shakira在这个月里和世界杯结上不解之缘 还在记者会上分享自己的世界杯心得 拉丁天后夏奇拉在7月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自己在观看2010世界杯之后 已经成为一个忠实的球迷 在11号举行的2010世界杯闭幕仪式一开场 就是由夏奇拉演唱自己创作的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中文名是非洲时刻 我觉得这次的世界杯尤其特别 因为这次是在非洲举行 而主办国南非摆脱了过去的种种枷锁 才变成今天的统一国家 南非主办方实现了高科技闭幕式的承诺 运用灯光特技 把约翰·内斯堡的城市球场 变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美丽图画 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与夫人一同献身 更是给现场带来一阵惊喜的浪潮 亚瑟小子Usher在7月初在台湾举行演唱会之后 于7月12号在北京举行在中国大陆的首场演唱会 北京的五颗松体育场集满目名而来的歌名 亚瑟小子还用中文和王力宏合唱为一 在舞台不追求奢华的前提下 五座格莱美奖获得者亚瑟小子 一身帅气变装和球鞋 现身五颗松体育场 通过实力演唱 精彩舞蹈等个人魅力征服观众 在演唱会前一天的记者招待会 亚瑟小子说 自己非常兴奋能够来到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 北京是这次巡回演唱的其中一站 这是为了感谢这么多年来支持我的歌迷们 那亚瑟小子还用中文唱歌是谁的点资 我的责任就是要让这场演唱会非常的难忘 让北京 让中国的 让全世界的歌迷们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说你愿不愿意唱中文 然后他就立刻答应了 这么体贴中国歌迷 难怪歌迷们非常买账 美国女作家Harper Lee 一生只出版过一本书 就是To Kill a Mockingbird 有人翻成《梅刚成故事》 或《杀死一只只羹鸟》 这本小说获得极大的成功 不但赢得普利策奖还被拍成电影 今年是这本小说出版50周年 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 不妨去书店翻翻这部经典作品 有没有一本书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我记得一开始读这本书就如痴如醉 太好看了 这就是《梅刚成故事》一书的影响力 哈勃里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 这本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书 后来被翻拍成电影 并获得奥斯卡奖 故事通过一个年幼丧母的六岁女孩展开叙述 他的律师父亲当时为一个黑人辩护 这个黑人被栽赃强奸白人女孩 这个故事与哈勃里的亲身经历非常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 他的律师父亲在现实生活中 为一个黑人的谋杀案辩护 并且输掉了官司 从那以后 他的父亲就永远放弃了律师的职业 今年84岁的哈勃里 至今还居住在他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家中 自从出版了这本经典名著之后 他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书籍 以上是由美国万花筒记者维唱报道的文艺新闻